礼仪律终止但意义还在 这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 礼仪律里面具有什么意义 你可以读读罗马书 读读西伯来书等等 格林多书里面也提到了 羔羊被杀等等 耶稣的教导里面也有 理解就约礼仪里面的精髓什么 什么献祭啊 有武器啊 感恩的 有和睦的 有香蕉的 有奉献的 包括其他的那些洁净礼仪里面 到底蕴含什么意思 圣洁嘛 实际上就是圣洁 那今天对我们来说 礼仪上的圣洁是没有意义了 道德上的圣洁 如何去过道德上的圣洁 包括那些献祭是如何 礼拜神与神相交 获得神的恩典设罪 那实体是里面基督为我们的牺牲 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才得到什么好处啊 所以从福音的角度去看 这个旧约礼仪里面包含的 这个属灵的十亿 那就是我们敬拜 应该按照那个属灵的十亿去敬拜的 上帝的要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